欢迎您好 欢迎准时收看涨跌密码 台北股市今天是持续地维持在季线之上 霞幅的震荡 中场加车指数是上涨12点 收在15408点 今天的成交量是2186亿元 今天的盘氏怎么做分析 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投股的张宇明分析师 欢迎您 明天好 涛子朋友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欢迎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盘氏怎么做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张宇明老师 好 今天震荡整理中场是涨了12点 今天是周末收周线 周线是涨了119 这个波段从最低点涨上来 目前涨第29天 涨的点数是1480 未来能不能持续往上攻击 我想大家就关心了 我们待会再来做一个说明 好 昨天有一个投资朋友跟我说 张老师你是认识这四个字吗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普姓男女 说真的 这个新世代一直在发明很多新名词 如果不认真看我们有时候搞不懂他在讲什么 普姓男女是讲什么东西 这个很重要 你在股市里面用得到的一个话 普姓男女就是能力普通 这普就是能力普通 姓的自信心100分 能力可能只有60分 自信心100分 自信心超过他的能力 很有自信 这个手上可能有点钱 或许是父母给的 很有信心 但是能力是不怎么样 最后结果在股市里面会怎样 很简单 一定会伤得很重 最后会哭着回去 然后哭着离开股市 那股市里面就专杀这些人 普姓男女 能力普通 自信心很充沛的人 最后这些人在股市里面会输掉很多很多的钱 那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一个 这个话 这句话 这个图 我把它挂在我办公室的左手边书架旁边 这句话叫 天行箭 君子已自强不息 第四坤 君子已厚得载物 那这句话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句话非常重要 天行箭 天体运行 自强不息 每天在那边运转 他也不会偷懒 每天早上 太阳就起床了 该下山他就下去了 每天这样不断不断的运行 因为有轨道 可以算时间 所以如果你去阿里山玩 他就会告诉你 你去看这个日出 观日楼 他会告诉你 旁边有个时间写 今天日出时间 几点几分几秒 连秒都可以算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是固定的规律 它是不会偷懒的 天体运行自强 怎么样 非常的这个 有规律 每天都不会偷懒 天行箭 每天不断不断运行 所以告诉我们 君子要自强不息 下一句 第四坤 君子已厚得载物 都在跟你讲 天怎么样 地怎么样 第四坤 第四一个 有承载力 他非常宽厚 这个柔顺 告诉我们又怎么样 天这么地这么有承载力 他这么敦厚 这么实在 承载万物 有这个心胸 有这个气度 叫我们君子要效法地 一样要有这个承载力 有这个心胸 有这个气度 叫我们要怎么样 要厚得载物 厚得就是丰富你的德性 跟地一样可以来承载万物 这句话后来变成了清华大学的校训 因为这个2014年 民国三年的时候 梁启超去清华大学演讲 他的讲题就是这个讲题 天行箭 君子已自强不息 帝斯坤君子已厚得债务 后来这个自强不息 厚得债务就变成清华大学的校训 那这跟现在股市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啊 我们刚讲的 普信来理就是能力普通 自信心很忠配 他又没有再充实自己的能力 用很普通的能力 然后想要在股市里面 因为很有信心 就想要在股市里面赚钱 那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股市专杀这种人 之前到最后在股市会伤得很重 好 厚得债务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房子 有很多的金钱 也有很多的财富 但是如果你没有品德 你没有努力 你没有这个德性 这个努力不够 能力也不足 最后怎么样会产生所谓得不配位 你有很多钱 可是你不配拥有它 你虽然拥有很多财富 可是你的能力一般般 我们讲的普信男女 你现在有100万的财产 可是你能力只有30万而已 最后你30万的能力 没办法保护这100万的财产 那财产会降下来 降到30万 能力30万 财产30万 当你能保护它 能够匹配的时候 你才能保护它 所以这叫什么 叫得不配位 得不配位 如果你有100万 可是你能力只有30万 得不配位 后面一定会有栽养 会夺去你的财富 懂意思吗 所以得行美好的人 才能够拥有 才能够驾驭财富 所以我们在股市想要赚钱 要学会你的能力 你的专业要把它学好 要有德性 要有品德 所以在股市里面 如果每天在那边买股票 每天乱骗 每天都有绩效 每天都有涨停板 叫做伟后兰 懂我意思吗 他会不会得配位 不可能 用骗的就好 他说配什么位 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在股市里面 操作得很好 那如果你跟着他做 你可能会赔得很惨 输很多钱 好 我们看新闻 中红九二价开盘怎么样 降价了 而且量 幅度降幅 缩掉了 好 钢铁股 钢铁这个价位 慢慢降下来了 当你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请问中红股价在哪里 哎哟 中红跌五成 天哪 从49跌到24 都这边 当你看到一个外消息的时候 股价跌五成 不是吗 那你当时为什么去买 一定很多好消息 钢铁股又要涨价 房子建 这个盖房子 都买不到了 钢铁一直飙 你一定看到这些好消息去买的 现在跟你讲坏消息了 可是股价跌五成 你当时不是看到好消息去买的吗 那现在跌五成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办 所以当股价跌下去 你赔的钱了 你可能一百万剩五十万了 你要得到教训 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 不论每次都这样犯错 你在股市里面 两次机会而已 一次就跌五成 下次你就没有了 你一百万就是两次机会 不是吗 所以你不能有 不可能有太多机会 所以你要记得 每一步都很谨慎很小心 赞民做股票就是这样 我很谨慎很小心 我不会每天乱冲乱买 要叫一大堆股票 客户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跟 那你叫那么多 在叫什么 叫爽了 客户又没钱买了 所以赞民限定自己 我永远不会超过五档股票 我觉得每一个分析师都应该做到这样 因为我们带的是散路 我谈到不是王永庆 我有五千例来 随便你买 你每天都叫我都可以买 可能吗 散路拿那么多钱 所以你每天叫一堆股票是没有用 那是骗人而已 欺骗投资人 欺骗观众 欺骗自己的良心 不是吗 你叫他股票干嘛 不是吗 这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们说一旦股票跌五成 你要得到一点东西 你不要钱赔掉 也没有得到任何收获 你的专业 你的能力 你完全没有增加 那你下次再赔一次 很简单 不会改变 好 那为什么跌下来 下一次当这里的时候 你要不要知道 当然要知道 不知道你就赔五成了 所以当股价在高点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地方到底出现什么变化 你必须怎么样 避开 不然这样 下来五成就不见了 懂意思吗 那我们把这张图 变成股权系统 来看有什么差别 这张图 一样的范围 再看一次 这是不是开始掉下来 这一根4S8 就开始掉下来 这边还在平台整理 高点平台整理 当这一根发生的时候 这一根 你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 就这一根 什么情形 原来三线转空 那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这是我设计 我发明 我知道 所以从四月开始 五月 六月 七月 这爱民会跟你说 钢铁股好吗 你什么时候听到 我跟你四五六七月 我跟你说钢铁股好 我绝对不会说钢铁股好 因为我看到不好 看到不好 我就跟你说不好 这样的解盘节目 对你才有帮助 不是每天高点到 然后叫你买 然后跟你说它有多好 它获利有多棒 钢铁报价有多涨 涨了半天 不是你买 已经去赔死了 那你那种节目 要继续看吗 你看了会对你有帮助吗 应该不会啊 不是吗 你有没有得到收获 虽然简单 如果你有能力来判断它 当然你看到是这张图 不是这张是我看的 这张是你看的 那如果你有能力来判断 这个地方赶快出了 不然下来就是五成了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我恭喜你 我真的恭喜你 你在股市里会得到 很大很大的财富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 我必须提醒你 你根本没办法保护你的钱 你没办法 保护你在股市中的财产 有一天你会输光了 不用很久了 虽然简单 当这一根发生的时候 你要跑 那怎么判断 有啊 我的判断就这样啊 当这里发生的时候 4S8空投格局三线转空 趋势 筹码 动能都转空了 所以这里出现一个 卖出去那你就是要跑 不跑这一段下来就是五成 你就没命了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 那今天什么格局 对啊 翻多 问题你这一段都套牢 你翻多现在对你也没用啊 不是吗 所以空投没有避开 不要讲多头啦 好小啊 你钱都套在里面 多头跟你有什么关系 好不好 中刚 快点到了 中刚 中红要忘记 昨天的新闻 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请问中刚中红在哪里 哦 钢铁股要涨价了 对 哎呦 跌三十几%了 不是吗 那如果你没有避开 投资品啊 三次机会啊 你就归零了 你就吃归零膏了嘛 所以你要不要避开 当然要啊 转空要避开啊 哎呦 高档卖出去 那有一个两个 三线跌破转空 如果你这里看得懂 这里就是这里啊 懂吗 如果你这里看得懂 你怎么可能赔很多钱 不可能啊 你可能会卖到最高点 对不对 看得懂 避开 这一段很重要啊 那你翻多你才有钱买啊 那现在钢铁股翻多 我们也很漂亮 哎 有几个买力讯号不错 第一线太短 上档压力沉重 懂吗 翻多没有错 但是上档压力比较重 所以我们可以解读一档股票 我们可以解读一个类股 我们转空的看得懂 我们当然可以避开很多风险 这样懂意思吗 来 群状 修正啊 这个出版的一个 出货面板股的出货价格 当然你看到新闻好不好 当然不好啊 你出货价格要修正 那表示卖得不好吗 那表示怎么样 商品跌价吗 这当然对他的股价是不利的 可是你今天看到 8月19号你看到 来 都跌快七成了 你看到有什么用 不是吗 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头这边 股价都跌快七成了 都已经来到票面了 不是吗 那你什么时候要知道 你当然高档就要知道 你不要等他这里再知道 都来不及 都跌快七成了 包含尤达也是一样 所以你现在看到面板股很多利空 那你回想今年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 赵爱民哪一天跟你讲面板股好 如果有你来找我 我去站不住的 如果赵爱民有这样讲 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 跟你讲刚这个面板股很好 面板股不错 本利比很低 你看到我来 赵爱民你向后转 碰 胡说八道让我赔那么多钱 你放心我绝对没有讲 看到格局不对 我不会讲 这就是我解盘节目的价值 这也是你需要的 懂意思吗 你不是每天看一个老师 在那边耍宝给你看 然后看一个女生 在那边漏乳勾给你看 你要看那个 你去看A-PEN就好 你看这个节目干嘛 对不对 好 所以不要当普逊男女 能力普通 自信心很充足 最后你钱会输光的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东哥有 哇 水哦 今天工上的掌停板 对 我看今天昨天很多节目 很多人都在讲东哥有 没错啊 投资朋友 那如果你能够在这里 这天什么时候 8月5号 今天是8月19号了 如果你在8月5号你知道 东哥有已经三线翻多 那这段就是你的 不是吗 那你今天讲 你昨天讲 好啊 很厉害了 赚一根了 那下次转空 你搞不知道赔回去了 所以如果你有本事 在这里知道 8月5号 那后面这段就是你的 这才是真的吗 不是每天 反正你只要看到 掌停板 索罪都那样股票 一堆元都他有 当然这鬼扯 懂意思吗 好 那如果你在这里看到 看得懂 8月5号 你是高手 我只能说 你是高手 你后面有很多财富 可以期待的 为什么 翻多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后面这一段就是你的 那你当然可以创造很多财富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轻巧 我没错 两个卖出群套 当压力突破 就这一根突破之后 你就敢报 报到今天 我恭喜你 我这边 你未来一样 可以赚到很多财富 不是今天涨一破 才在这个 这本鼻 那个也没用了 好不好 乱买等于乱喊 乱喊等于乱买 会乱喊就会乱买 会乱买就会乱喊 懂意思吗 股票就买一堆 乱买就是买一堆 买以后不理 为什么不理 股票加那么多 怎么理 传真稿绝对不会追踪 你放心 怎么追踪 叫一百多党怎么追踪 没办法追踪 所以乱买就会乱喊 乱喊就会乱买 这同样的道理 股票就买一堆 买以后就不理 没办法理 不是不理 是没办法理 太多股票了 每天有绩效 每天都有绩效 都这边 这边每天都有绩效 每天都有绩效 每天都有绩效 也叫做伟后兰 同意思吗 天天都在打折 有绩效干嘛打折 很简单 那就骗你 好不好 所以不要乱喊 乱喊就乱买 乱买就乱喊 买后不理 后面来完全不会停损 因为他没办法理 太多股票 最后当然就不会停损 所以你会发现 你参加很多人都一样 没有再追踪 也不会停损的 这是常态 但这样对不对 绝对不对 可是这个现象一直在 每天买股票 你每天买不违规 我们公会有没有规定说 不可以每天买股票 没有这个规定 手中规定 股票不可以超过一百档 也没有 你一次买三百档也可以 也没有违规 所以这投资人保障是很缺乏的 所以你要自己要珍重 好不好 操作不合理 刚刚讲 股票交易堆 每档都是重压 鬼扯 那么多钱可以重压 待进不待出 不停损 一切买股票 目的就是为了上电视表演 所以每天都有涨停板 你看张宇明什么时候 做过这种节目给你看 我从来不做这种节目 我觉得那是鬼扯 操作没有合理性 叫做诈骗 那么多钱可以买 每天都在涨停板 鬼扯 股市获利要怎么样 乘风顺势 要有方法 有技巧 没有方法 没有技巧 这个不可能真正的获利 都用骗了 找到人 观念队 人队 工具队 财户都在来的路上 来 联发科 跌尸几%了 为什么把这张图印小一点 它高点是1215 不是这里 为什么这样印比较小一点 我要让你看 最近有没有涨 没涨 对不对 一个月没涨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联发科涨不动 没涨 这里除全 除全缺口 在这里 8月7号 807块除全 除全 跟这样除息 除息到现在 有没有填息 没有 这到现在还没填息 现在696 807除息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除息的 807减696 你看多少 你要到807才能够填息 到现在还没有填息 懂意思吗 而且最近都涨不动 为什么 那你今天才知道吗 还是你一个月前就知道了 再明一个月前就知道了 我也有跟你讲 我跟你讲什么 我跟你说这里卖牙很沉重 你要小心 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错 三线饭都可能架构不全 对不对 第二线在零左 第三线在零左 附近 压力 怎么样 非常的沉重 所以这种股票会涨不动 就是这样 赞美美 今天跟你讲 联发科压力很沉重 我早就跟你讲了 好 那我们往前看一点 1215跌下来 已经跌50几%了 你提到最低点 那我们看这一段 如果你买进去 你可能要参加出席 这个高殖利率 要赚8%的殖利率 结果到现在 赔20几% 上次算是25%了 所以买进去就哭了 你8%没赚到 倒赔25% 联发科 原来空头格局 赞美美你怎么知道 高点知道他转空了 对啊 你看得出来吗 1215最高点附近 对不对 赞美美你怎么知道 这里不能买了 我看到这个 看到吗 我看到这么多 卖出去 我知道他挂掉了 我看到三线架构 已经支离破碎了 他不是架构完整的股票 二三线都已经跌破 所以卖出去 一直出现 我知道这股票挂了 接下来三线转空 都不用讲 所以一破下来 跌到最低点附近 还是一样 很多卖出去 所以我们这种股票压力很沉重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要方法 有技巧 如果你没有方法 技巧可以抓到钱 那是规策 好不好 好 资源 对不对 10月11号 三线转空之后 到现在跌一破下来的 跌超过五成了 那我们就跌到这里 开始有买进去 要出现 而且怎么样 三线也翻多了 只可惜低线比较短 低线短代表上档压力沉重 这样懂吗 那至少你要先避开这一段 再来谈这里 你这一段五成没有避开 那你现在就套在里面 谈这里可不可以买 有意义吗 下跌过程要先避开 没有避开 你根本没有钱可以买 不是吗 你这一段没避开跌五成了 你现在谈这里有什么用 有 你也没有钱 不是吗 好 长龙一样 跌五几%了 出了什么问题 最近也是涨不大洞 高点366 看到吗 卖出讯号出现 有 这一天366 转空之后反弹上来 天哪 1 2 3 4 5 6 一大堆卖出讯号 我有跟你讲 对不对 再跌下来 再反弹 对不起 空头反弹 我也跟你提醒过了 所以高点下来到现在 头这边 已经跌五成了 那你买一百万 剩五十 一千万剩五百 不是吗 到现在还套五十%在里面 你不是很痛苦吗 对啊 那你干嘛买这种股票呢 张一银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这种股票要避开吗 有讲啊 对不对 好 航运股 跌十几%了 好不好 当然不好 好怎么会这样跌 可是你看到都是好消息啊 你现在看到哪一天 有什么坏消息 都蛮是好消息 长龙 EPS上半年38块 多好多棒啊 对不对 那多棒为什么这样跌 股价为什么呈现这种态势 那就表示有问题嘛 很简单 这个都有问题了 那你可能看不懂 3.16号三线转空 哇天哪 这么多卖出讯号 一直出现卖出讯号 有没有 这格局到现在 区域线都还没有翻多 还在空头格局 所以你买这一段要干嘛 第一个你赔 最少40%了 赔四成了 第二个你8个月浪费掉了 没有8个月 6个月 3.16号到现在 半年浪费掉了 你半年 一年只有两次机会 浪费半年 剩下最后半年的机会 那这3月开始转空了 到现在8月 剩下4个月 懂意思吗 那你不是把半年浪费掉了吗 多可惜啊 半年你可以做很多事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哈英谷跌50几%了 高点有没有叫你跑 那没跑到现在 你一定很痛苦啊 多少神筒 多少什么少年古神 哇 这哈英谷赚多少钱 结果没跑 吐回去了 赚了钱就吐回去了 对不对 很可惜啦 高点 谁跟你提醒 好像有一个人跟你提醒 对不对 有一个人跟你提醒 说一张不卖好 骑骑自来 笑哭家跌死 这台湾斗 董事长讲了 好 台湾斗断年 昨天的新闻 断年怎么样 还是赚很多 问题是跌五成 你上次讲也不准啊 你现在讲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好不好 赚爱民跟你讲什么 7年7月20号 航运谷抗龙游会 即将以天屠龙 多有代表性 全台湾拿出这一张的 只有一个人就是我 没有第二个可以拿出来 航运谷抗龙游会 疫情中的第三条龙 抗龙游会即将以天屠龙 有啊 有讲了 7月20电视画面 这样就可以帮助你 我的节目才能帮助你嘛 懂意思吗 赚爱民你做航运谷抄得怎么样 2021年操作航运谷 每一档都赚钱了 没有赔钱 没有赔到任何一档 有没有 有啊 都在这里 总共操作16次 每一次都是赚钱的 开开心心把它放口袋 最多的赚两倍以上 好不好 大盘跌那么深了 四千几百来 翻摊 1480点 未来行情怎么研判 都是没有 一次空投为党 如果避不开 赚了钱就赔回去了 胆子让你变小了 你的财户没办法累积 没办法累积什么 这个获得债务 就那么多啊 就那么多啊 上去又下来 上去又下来 原来在原地踏步 那怎么累积啊 不是吗 为什么 因为你又输掉了 你避不开空投嘛 懂意思吗 你还要多少家底 经过这七个月 八个月 你还要多少家底 赚爱民你客户 还要多少家底 很多啦 一个家财万贯 富口敌果的人 为什么会加到中落呢 一个一呼百应 法人从外股票 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呢 谁啊 ABF嘛 不是吗 都跌六成了 跌五成了 跌45%了 这不是法人最爱的 三档股票吗 最后呢 成交一兆多 股价跌得乱七八糟 多少 你套在里面 数不清 全台湾讲 ABF不能买 大概只有我啦 好不好 我看到空投格局 懂吗 我看到这种空投格局 我就跟你讲不能买 讲超过70次了 你看多了不起 好不好 三做三 对的人 对的观念 对的工具 找到这三做三 财户都在来的路上 好不好 今天你看 认识账民第一天 就是你人生改变的开始 小老鼠A2500 6999 这是我赖达里 买可以搜寻加入 有任何问题发上来 记得留下电话 时间叫我听卷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请张老师帮大家进一步分析 东森粉丝那一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边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数回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张艺敏会尽数回答你 欢迎回到讲碟密码 这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当前兜头最大敌人 两个字叫做库存 好不好 有人说老师 那我这件事 然后这个事情 我怎么都没有看到 有啊 这报纸登出来 你怎么没看到呢 有没有 干那么多场 当然会公共一求 当然会有库存嘛 有没有 半导体失联景气最差 你之前看得很好 现在变最差了 有没有 库存 台积电 对不对 库存 造成它股价下跌三成 库存 张艺敏三列就跟你讲了 会有问题 不相信 好 库存 造成电子业的价格崩盘 因为库存太多了 库存 三星库存首支 五千万支 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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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怎么会没有 这不是也库存吗 怎么会没有 不是库存吗 投资没有 报纹什么 限电 要库存多 要限电 一大堆问题 所以我们说库存 影响到企业竞争力 包含今天报纸都有登 不是我乱讲 看一下来 帮我一下 今天的报纸 半导体库存风暴扩大 库存风暴扩大 库存 这不是我乱讲 报纸都登出来 所以你不要远 没有 库存影响到企业竞争力 好不好 库存影响什么问题 这边都有讲 库存影响到谁 经济衰退 懂意思吗 库存太多了 库存风暴正在形成 有没有 华售库存 超过两千亿 二十七个股本 你影响有多大 库存 二十七个股本 华售库的股本 只有七十三县 库存两千多亿 懂意思吗 华售你跌三层给你看 空头格局 有没有 大盘跌那么深的 很多人完全没有避开 包含国安基金也是 包含这个 老退金也是 四千多亿 好不好 赞民你的操作 接近完美 懂意思吗 接近完美 我想这就是你最需要的 有没有道理 股市三座山 对的人 对的观念 对的工具 找到这三座山 幸福都在来的路上 希望你认识赞民第一天 就是你人生改变的开始 好不好 小小组A 2500 6999 这是我带的码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任何问题发上来 把时间交给 这个明乐 感谢来宾 分析也提醒 观众朋友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资格丢驾 券券无不当 只是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投资人应该 东盛粉丝 那一手机扫描QR Code 扫描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说你是东盛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就一并留下来 赞民会尽数 会答你 记得来扫描QR Code 用Lite加好朋友 扫描就可以 扫描免费加入 这是免费的 除了你要跟着我们动作 加入Lite是免费 说你是东盛粉丝 留下姓名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问题留下来 赞民会尽数回答你